一个企业有可能强大到让他自己的国家都感觉到害怕吗 我们正常人的反应一定是不可能 一个家族最混乱可能到什么地步 真的有可能比那个后宫甄嬛传还要混乱吗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家族 也可以是一家企业 韩国三星 这个家族企业旗下有85家公司 其中15家都上市的 中间有三家居然都进入了世界500强 占到了整个韩国这个国家20%的GDP 三星不仅操纵着韩国整条经济命脉 在政界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的创始人甚至一度成为了美国方面指定的在韩国的代理人 但是家族内部却频繁上演内斗逼宫自杀还有入狱这些丑闻 更绝的是父亲亲手把儿子送进精神病院 弟弟亲手把哥哥和爸爸一起送进监狱 还有就是叔叔把自己的侄子逼上了自杀的绝路 这不是康熙时代的九子夺迪 而是韩国三星家族的豪门内斗 我是奥州Henry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我今天真的要忍不住跟你分享一个奇葩的商业故事 韩国三星家族凭什么他们可以凝架在韩国政府之上 甚至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重要决策里面都有一席之地 而他过去家族内斗的一个奇葩历史又是怎么样的 我今天想通过这个视频让你全部了解 这背后商业的秘密究竟是人性的扭曲还是道德的人丧 但是我想告诉你这是商业世界的必然结果 听我把这个视频跟你讲完 如果喜欢我们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以后其他的视频了 从地理位置上面来讲 你不得不讲韩国这样一个小国家 可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地方就那么大 物资也很稀缺 然后自己国家的土地也不适合种植 最重要的是北边还有一个永远不听话的表兄弟 随时有可能跟他找麻烦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居然发展成为了 全世界第10大的一个经济体 这背后跟韩国三星的一个崛起 有必然的一个关系 而韩国三星居然影响整个韩国的历史长达100年 你要知道美国一个总统最多影响一个国家 也就8年的时间 而最近这个家族的故事被改编成了一个电视剧 叫做财阀家的小儿子爆火全网 很多人说电视剧太狗血了 但其实真实的故事比任何你看到的电视剧要精彩的多了 不过就在2023年开年的时候 三星突然爆雷了 一个季度的业绩居然下跌了超过69% 难道神话真的要停止了 还是我们华人经常说的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 这句话真的验证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韩国三星的一个有趣的发展史 韩国三星的创始人叫做李秉哲 出生在1910年你以为我要跟你讲一个穷小子 努力奋斗逆袭的故事吗 不对 李秉哲出生在一个非常有钱的家庭 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富二代 但是他非常有长眼的眼光 大学的时候就跟家人提出来要去日本留学 那时候家人不同意 你猜他怎么着 居然直接拿了一笔钱 一个人坐禅去日本求学了 这样的一意孤行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他上了两年学 学上不下去了 因为他毕竟是富二代嘛 又回溜溜溜的回到了韩国 那时候大概是1838年的时候 他当时就看上了一门生意 就是把粮食和很多农产品倒卖到中国内地去 但当时绝大部分人对这个生意模式是肯定不看好的 一方面当时中国内地的经济真是一塌糊涂 他们都吃不饱 怎么可能还能买得起韩国的这种粮食呢 但是结果证明了所有人的眼光都是错的 尼秉哲就是靠着这次投机倒把 给自己斩下了第一桶金 而当大家的目光都汇聚到做出口 开始向中国内地输送这些农产品的时候 尼秉哲又把目光描向了一个全新的市场 就是电子产品 尼秉哲发现 电子产品里面 你就算搞得再复杂 你拿回来给我一拆 拆下来之后 不也就这么多零件吗 所以我只要能把这些零件拼张到一起 我不就可以自己做出来一个电器了吗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由于没有技术 当时三星只能干嘛呢 就是一边拷贝别人的技术 一边贴着别人的商标 赚一些代工厂的钱 但是在这个贴牌的过程中 一家山寨的公司 终于把核心技术都学到位了 这时候终于开始生产自己的产品了 当李秉哲生产出来第一台电视机的时候 整个韩国都在欢欣岁月 因为他们觉得属于他们的电子时代已经来了 虽然今天这个时代 人们对于商业版权的意识越来越强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讲 很多人都会觉得做生意这件事情 完全是靠自己的创造力 你去看一下绝大部分的商业模式 都是靠抄袭抄来的 微软当年的windows系统 抄的是乔布斯的点子 这就是为什么乔布斯特别看不上比尔盖茨 到哪都去骂比尔盖茨的一个原因 Zagbook的Facebook 整个idea都是从别人那边剽窃来的 还有麦当劳这个生意模式 你知道吗 麦当劳的创始人是从别人的手上 把麦当劳这个生意活生生抢过来的 只是这些人都是把原来别人的想法 变得更好 做得更棒了 当时三星发展的速度有多夸张 整个三星的资产一度达到了整个国家的19倍 可以说在抄袭的道路上没有任何对手 再加上人一旦运起来了 什么都好 碰上了二战之后的婴儿潮 在那一波婴儿潮里面 全球的消费品市场蓬勃发展 三星的产品借机开始扩展到其他不同的领域 有电子化工金融 甚至还造起了军事设备 可以说没有韩国三星造不出来的东西 所以韩国人有一句话 叫做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无法避免 那就是死亡税收还有三星 大部分韩国人一生的女成都是这样的 在三星的医院里面出生 然后在三星的学校里面上学和成长 穿着三星生产的衣服 用着三星生产出来的电子设备 在三星的酒店里面结婚 然后又跑到三星的企业里面工作 然后直到在三星的医院里面死去 2017年的时候 韩国三星正式取代了英特尔大主的地位 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同一年甚至干翻了苹果 成为了全世界手机行业里面最赚钱的公司 你不要看苹果这个手机如此的强大 但是它用的面板 还有内存 还有很多的零部件 都是三星给它生产的 那么比起这个三星 三星富一代的奋纣女成 三星富二代的故事就有趣多了 一般富二代在夺权 这个夺敌的过程里面 都是兄弟之间来斗来斗去 对吧 三星的富二代就是不一样 直接把自己的老爸都薅到监狱里面去了 本来长子李孟希是从小被着重培养的 一路上都是照着一个继承能的方式去发展的 但是可惜李孟希不堪大用 资质过于平庸 即使李秉哲把老大送到他的企业里面去锻炼 最后拿出来的成绩也是一塌糊涂 李秉哲就在想 虎父怎么就生了一个这样的犬子呢 这时候老大李孟希可能感觉到了 自己的地位不稳了 于是人在慌张的时候就开始用起了偏门 他就私下开始收集自己父亲各种偷税漏税 还有违法乱纪的一些证据 送给了当时的韩国政府 直接想要把自己的老爸送进监狱 这时候老二就跳出来了 老二说好 既然你不珍惜这个机会 那就由我来吧 于是他帮他爸扛下了所有的罪责 进入了监狱 本来他想着我只要出狱之后 就可以顺风顺水坐上三星老大的位置了 结果李秉哲最喜欢的是家里面的小儿子 李健熙 这里面家庭内斗的一个根源是什么呢 就是韩国的遗产税非常的夸张 对于这种高资产的家庭来讲 他们要交可能高达50%的遗产税 最多的时候可能要交65% 这个家庭为了节约自己的遗产税 对吧 就会想办法去腾挪自己的资产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连后来的当时的韩国总理都被牵涉进来了 在这个过程中 当时大儿子还一度不满 晚年的时候还发起了一次夺权之战 当时他重组了自己的材料 他把这个材料进行了再次的加工 证明了三星在海外拥有了大量的非法资产 而且跟当时的韩国政府各种私乡贿赂 这个证据要是被公布出来不得了 但是结果被李秉哲提前发现了 把他长期积压在家里面 当成一个精神病人去对待 老大真的是以死相搏 最后逃到了中国内地 才保住了自己的一条命 李健熙作为家里面最小的儿子 最后却躺赢成为了韩国三星的二代掌门人 真的是躺赢的人生不需要解释 那在老期李健熙掌权的几十年里面 三星的发展其实还是顺风顺水的 就是他把他老爹山寨抄袭的本领 发挥的更加的强大了 同时还做出了三星的自由品牌 在很多电子产品领域里面 都把三星自己的品牌打响了 可以这么说 三星从0到1的过程是由李秉哲完成的 而三星从1到10的过程 是由李健熙一手缔造的 我们现在要来到第三代了 这个故事就比较狗血了 多多少少有一点少儿不宜 作为富三代 你不仅可以享受到巨大的权力 一辈子数不尽的龙华富贵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因为李健熙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 所以你可以看他们第三代 家里面的颜值都非常的高 但是你看一下这几位的人生 真的是拿到了王诈但是却把牌打得稀烂 先说最出名的长女李富贞吧 李富贞其实最得到老爷子的疼爱 不仅长得漂亮凝密 而且靠自己的努力考上了韩国三大高校之一的 严氏大学 而且最后去麻省理工升兆了 进入三星工作之后更是工作优异 而且居然成为了三星的形象代言人 被当时称作为叫做三星公主 但是让人大跌眼镜的就是李富贞居然长着一个恋爱的脑 他爱上了自己的宝安 他这个宝安老公能幼崽你不得不佩服他 不仅娶到了白富美 而且真的是至少少奋斗三十年 在一开始呢 李富贞跟这个宝安谈恋爱的这段时间呢 他的父亲是极力的反抗的 当时说什么也不同意 但是最后发现硬不过对方 就把这个宝安呢 送到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去学习 结果这个宝安却跟他老婆哭诉 说我学不下去 赶快把我接回韩国吧 回到了韩国呢 给了他一个副社长的一个位置做 结果业绩做的一塌糊涂 还导致三星一大帮元老 在他执政的那段时间集体辞职了 你要是浑浑噩噩噩 不撕进去也就罢了 更夸张的是 他在李富贞怀孕的期间 对他进行了家暴 后来更是在这个著名的电话门里面 他沦为了男主角 渣男的符号是牢牢的被钉上 再也拿不掉了 但是让人惊讶的是 离婚的时候 你知道他分到了多少钱吗 他分到了141亿韩元 估计这辈子都不丑了 大姐李富贞还不是最惨的 你看一下她的小女儿 也是一个恋爱脑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在这个父亲叔叔 极力的反对下 追自己的恋人 追到美国 最后据说呢 是在美国纽约的公寓里面自杀了 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李健熙一家去参加公开活动的照片里面 这个小女儿就没有在里面 所以很多外界都推测 那时候小女儿已经自杀身亡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三星 第三代的重要掌门人 李在龙 他是李健熙唯一的儿子 在他执掌三星的这个过程里面 三星不仅经历了手机爆炸 偷税漏税 所以更是卷进了朴槿惠的丑闻里面 一度锒铛入狱 但是让大家更加津津乐道的是 他和他前妻 林士宁之间的这个故事 林士宁跟李在龙 其实是门当户对的 因为他父亲呢 就是韩国大象食品公司的总裁 但是跟三星比起来 规模还是太小了 所以嫁到三星之后呢 受够了各种各样白眼 但是最让他受不了的呢 这就是著名的在金融危机时候发生的事情 他父亲的这个集团在金融危机期间 因为这个资金链的断裂 当时这个公司几乎要倒闭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他就去求自己的这个老公 能不能出手稍微救一下 因为对于三星这样的一个大公司来讲 去救一个小企业真的是太简单了 但是呢 当时三星却选择冷眼旁观 什么都没做 一直到这家公司覆灭 因为这件事离婚之后 两夫妻的命运却完全不一样 李在龙呢 因为这个朴槿惠总统的案子 最后吃了一年的牢饭 但是老婆呢 却跟这个韩国的小鲜肉偶像派走到了一起 人生的第二春从此开启了 你说是不是很讽刺 李在龙当时被卷进了这个丑闻案件之后 按照道理来讲啊 关一年是绝对出不来的 因为当时韩国的条例规定了 就是如果你的刑期没有满80% 是不可以申请假释的 但是韩国当时为了把李在龙放出来 居然把刑法都改了 李在龙出来之后呢 当时给公众做了深刻的检讨和反省 并且跟整个三星集团承诺 他的下一代 绝对不会再执掌三星集团了 所以从这一刻开始 三星集团的这个家族控制的历史 戛然而止 可能也是看到了这种三星这种财阀家族 给韩国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你看这个新一届韩国总理 尹熹悦上台之后 就屡次提到了要进行一个政治上面的改革 降低这个财阀的影响力 同时呢要对这个企业进行大刀阔斧的一些改革 再加上这个现在芯片市场和半导体市场 由于受到这个疫情巨大的一个冲击 目前整个三星的这个营业额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而在不久的之前呢 更是被台积电历史性的完成了超越 说到台积电啊 真的非常奇葩 不仅成为了整个台湾的一块瑰宝 而且成为了中美之间较劲的一个重要的砝码 如果有小伙伴对台积电感兴趣的话 可以在我们视频下面留言 写一个台积电 我将来有机会的时候呢 把台积电的商业故事给你们讲一下 保证也会赠税你们的三观 三星的三在韩语里面 其实代表着强大和富龙的意思 当三星的第三代把三星快搞垮的时候 他们永远无法想象 他们的爷爷是经过了多大的努力 才把三星从这样的一个山寨企业 带到今天的全球的巨头 我们今天听了一个三星的家族奇葩的发展史 但是我更希望你可以看到 这背后的一个商业的秘诀 首先第一点 抓住时代的红利 永远是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 我看到了周边的很多的创业者 会非常的执着于当下 他们正在做的业务 跟自己在较劲 殊不知很有可能他们的那个行业 在疫情期间 其实已经完全被颠覆掉了 我非常喜欢一个 硅谷大神的一句名言 叫做Focus on Scaling 专注在增长上面 然后Fuck up anything else 然后不要管其他事 在增长面前 其他一切都不重要 只要你能够找到时代的红利 你的公司你的事业 就能够不断的发展下去 真正限制住我们的 其实不是时代 而是我们自己的想象力 另外一点是 我们经常会觉得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你会发现很多事实不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大树下面是寸草不生的 当你的爸妈给你把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房子车子全部都买好了 绝大部分的人 他的人生注定只能走下坡路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没有一个富爸爸 千万不要觉得有什么好沮丧的 因为这一点可能就是你未来发展的一个动力 所以我们华人的一句老话 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 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这句话其实不仅在我们的华人环境里面 你放眼到西方世界 它依然是有效的 我曾经听过一段演讲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爷爷每天步行10公里去上班 而我爸爸只要步行5公里 而我这一代呢 我却可以开着凯迪拉克去上班 而我的儿子呢 却顺利的开上了法拉利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孙子将会重新步行去上班 因为这个世界的发展的规律是不变的 永远是艰难的时代创造勇者 而最终勇者又开创了一个安逸的时代 我自己在海外发展的整个过程 其实跟绝大部分在海外生活的小伙伴是一样的 我们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其实不带来任何资源 但是我在我过去十几年的创业生涯里面 我自己数了一下 我至少抓到过三到四次的时代的红利 如果你对那些富人是怎么抓到时代红利 他们是怎么赚钱的 非常的感兴趣 我这边给大家录制了一个小时左右的直播 你通过这场直播 你不仅会了解到抓住时代红利的秘密 你还会知道未来哪一些行业 真的是可以赚大钱的 另外老规矩 我把免费拧取分享这本书的链接 也放到了视频的下方 你可以点击我们的链接 了解更多关于用分享 去建立一个独特的商业定位的一个秘密 我是澳洲亨瑞 带你用商业思维看我们的海外生活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期的视频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另外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精彩的视频了 我们下一次见 拜了个拜